时隔四年 全院第二季终于来了 随着王马与雷安的比赛落幕 全院大赛也迎来了休息阶段 由于二人的大战太过激烈 竞技场都被打得千疮百孔 主办方不得以中途维修场地 闲来无视的山下带着王马来餐厅吃饭 就在他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 秘书走过来让他注意下行为举止 毕竟其他商社的大佬都在旁边看着呢 但秘书也理解山下 毕竟单枪匹马去见无知一族的手里 这份勇气可不是常人能够具备的 回想起那次见面的场景 山下现在依然害怕得浑身颤抖 突然秘书告诉王马 等会儿吃完饭要去医务室让医生检查身体 听到妹子这么担心自己 王马只好答应下来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搭在了秘书的肩膀 里人想邀请妹子来一场激情四射的约会 可对方想都没想就果断拒绝了这个寒火 几人正说话之际 加罗罗找上了王马 他认为打败雷安的王马实力已经足够 爷爷现在一定不会反对他们的婚舍 虽然二人的年龄有点差距 但只要真心相爱那都不是问题 与此同时 童生还在想之前的比赛 他认为王马应该是凶狠残暴 毁天灭地的格斗之神 更应该是那个将自己无情虐杀的救世主 可为什么王马要如此执着于二虎的武器 忘不了那个死去的家伙 二虎认为救赎不应由他人给予 而是应该由童生自己获取 一想到二虎总是妨碍自己 童生内心就会燃起愤怒的火焰 可是当他想到王马时 身体便会不住颤抖 脸颊也泛起了红韵 而另一边 山下和王马刚聊了没几句 王马就突然吐血倒地 在睡梦中他回到了自己小时候 那天王马被人堵在了一间废弃的房屋 是二虎出现就吓了他 二虎告诉王马 单纯为生存使用暴力将会让他变得与野兽无异 因为暴力只能以更强势的暴力来压制 所以王马必须忠于自己的本心 当能通过充分的自律和训练达到所向无敌时 暴力便会转化为武 如果不想领悟其中的真谛 那么认输也是可以选择的另一条路 此时陷入昏迷的王马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检查后告诉众人 王马的预界技能是通过操控心脏实现的 急速加快血液循环产生热门后 继而将其转化为运动能力 所以他的身体才会变成这样 如果王马接受治疗并且充分休养 那他应该能保住性命 但那也意味着他此生都不能再参与格斗 这对于王马来说或许比死亡更加可怕 就在几人担心王马的身体时 另一边的全院会长正与吴义族组长聊天 对曾孙女加罗罗迷上王马的事 老头现在还憋了一肚子气 片缘见状安慰起了老朋友 在他们年轻时也是都有自己的主意 而这个帝国此时却被东阳电力的会长盯上 素水想由自己主宰日本经济 让片缘灭堂的时代步入中章 没过多久 全院竞技场终于修复完毕 这场比赛由尤里乌斯对战若归武士 若归武士于40年前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刚出生的体重便超过12公斤 是新生而平均体重的4倍 经过检查医生们发现 若归的肌纤维密度是普通人的52倍 被称为拥有超人体格的男人 他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徒手击碎钢筋混凝土 在全院首轮比赛 若归就一拳秒杀了十项全能王钢三 并且他的肌肉将终其一生持续不断地生长下去 而他的对手尤里乌斯也是一个力量型选手 这家伙的肌肉由德国顶尖药物滋养而生 普通人在如此恐怖的伎俩之下早已一命呜呼 尤里冒险坚持下来才助救了这一身铜头铁壁 他不仅体重高达200多公斤 速度更是堪比顶尖田径运动员 轻而易举就能撞碎岩石 甚至能与火力全开的赛车角力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第二轮的第三场比赛正式开始 全院大赛最多胜计记录保持者若归 身高1米93 体重193公斤 在全院大赛持有307胜2败的成绩 而他的对手尤里乌斯身高2米05 体重210公斤 在全院大赛持有52胜0败的战绩 随着双方走入斗技场 这场极致力量的对决即将拉开帷幕